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 因为我女儿是一个写生 她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男人照顾了孩子的 我就是想要我女儿处理掉孩子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你女儿不听你们的话 去听另一个人的话 问题出在哪 问题肯定出在那个男的身边 肯定是什么恐慌 什么把柄 这东西有可怜的 什么把柄 就是犯了什么造势了 被她扎到的把柄肯定是 你女儿有什么把柄让我抓 我女儿凭什么她去听你的 根本不会这么不听我的 凭什么去那么听你的 我怀疼十个月 我是用我的真心去对她 你们不要说 我养了一十八岁的女儿 我没有家人 我们对她说一句话 那你要深刻检查你自己的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充分地尊重她 我不会像你那样 就是要以自己的意愿 你肯定非了 你肯定非真正我女儿了 你比她大二十来岁 那个我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呢 大个十几十几岁 好来 胡先生你也不用那么心急 我再来问问你 刚才她的父母亲反复提到 因为她觉得她的女儿太小了 还是个学生 你跟田田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你知道她还是个学生吗 知道 一个学生 她可能真的承受不起说 现在去经历怀孕 然后又失去孩子 这样的一些痛苦 你既然跟她交往 在这些方面 你应该比她成熟 您说的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应该比她成熟 我确实 这方面我做得不妥当 就是说她作为年纪还小 但是这个男女感情问题 有时候也不是说 大一个十几岁 二十岁 合国也没大到二十岁 对吧 就是说我这个年龄 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那种 差异问题 只要我们两个人感觉 好是真心实意 为什么不能到一起 你们可以 但是你可以保护她 保护她也不能让 我没保护她 她怀孕了 怀孕了 这个东西 你保护她保护得好吗 而且她当时还在实习 你有没有劝她 譬如说 你至少实习结束了 正式参加工作了 我去你们家提亲了 我们再 明媚正确地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爱情的话 这么点时间等不了吗 这个确实是我劝考